好 來到這個古色古香的台灣銀行 這裡可厲害啦 幫我們台灣這幅 當時是賺盡了超過了一半以上的稅收 強的300多億喔 其實最主要就是靠什麼 發行愛國獎券 你知道當時愛國獎券在發行的時候 連那個搖獎小姐有沒有 對啊 都被打電話恐嚇 嗨 逼她要搖出哪些號碼這樣 他求是原理 當年啊 那個年代啊 什麼地方都有明白 嗯 就像我 像我有大船公 船頭有船頭有船頭 啊路人喔 那槍 燒龍有了 人到處都有了 還有人啊 先不要說 人車報警 這隻腳你有看到嗎 這腳後面 切 你知道那時候我還跟我爸去共貴原本 啊 台灣的信仰分成五大類嘛 對啊 我們說民間信仰分成五大類 這個原鄉信仰啦 海神信仰啦 這個孤魂野鬼啦 消災去病啦 然後還有眾藏寶上之神 那其中最多人呢 去求名牌呢 就是孤魂野鬼 去求鷹的啦 鷹的帶財 編財嘛 小賭 你要說小賭儀情嘛 對啊 那其實不管大賭還是小賭 賭酒必輸 1980年代全台風大家樂 這股熱潮成了當年本土電影的現成題材 描述也諷刺了這項寫實的全民運動 每一年都在心裡 念頭 現在是教我們 火力了 阿明焚焚... 水機啤啤 黑啤 黑啤 胡啤 五啤 嗤啤 五啤啤 民眾為了共勉白 連前總統獎金國的手勢都能做文章 各種公怪陸女的方式都是千賭下注 不要合背的靈感來源 日野獅夜野夢 甚至他人走出去 譬如說被狗撞到咬到 就是這個可能會是9號 踩到狗死也說是9號 人被腳踏車或者車子撞倒了 就是2號 反正只要有這一個遇到什麼司機 就聯想到名牌 發橫財這種事情 那個大神不會理你的 不會幫助你去發橫財 有一些孤魂野鬼 特別是台灣民間有一些所謂萬善寺 百姓宮這樣子 那這些孤魂野鬼 他們腦子裡面的正邪善惡的概念 不是那麼清楚 最近位在二重樹紅道旁的萬善堂 清末便是亂杖綱 日日時期二重樸寶寶荒總師 集中在此祭祀 是著名的百年公友音廟 在大家樂盛行時期 是北台灣求名牌必到之處 只要一入夜便人滿為患 為了求名牌賭客 望阿寶也咬去 還有季宮 我們知道季宮像一個是一個酒肉和尚 所以他自己都就是比較 遊戲人間這樣子 所以他們也會覺得季宮 比較會幫助你去發這個橫財 不會太來責備你 樂林宴的宮廟上門的賭客自然多 為了招攬生意 各種異想天開的爆牌花招 在郭廟裡大顯神威 當時他還可以看這個神明出現 怎麼看呢 就是用砂來弄成那種 就是香灰釣出來的 在這個砂盤裡面 它所出現的這個痕跡 比如說可能這個會有3 或2啦 或9啦 反正就看這個譜製啊 這個譜裏 還有在各種這個所謂的文具行 書籍 甚至說有什麼借公白 還有賣這個零錢 都還有那種六盒特輯啦 什麼大家樂手冊啦 那時候應該最瘋狂的應該是那個 影音樂 你們可能沒聽過 那時候大家去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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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就是每一期開了號碼的那個紀錄 然後有人去抓牌 你還沒指示蕾啊 人家沒信骨主任兵敗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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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大家的順行要求兩個字的這段時間呢 這些原先也沒有什麼人管理 也沒有雞同的這些廟 忽然就出現了比較有組織的管理委員會了 甚至他們會請雞同來 來辦事情了 全台痴迷大家樂也帶動了周邊產業 人家喊致的宮廟 生意突然好了起來 甚至有了雞同訓練班 賭客球的名牌如果簽中 仇神的方式既不給錢 也不是打金牌 因為有陰宮廟基本上是沒有門的 就是三面壁嘛 所以裡面甚至沒有神像的 有時候只是 有的它只是一個棺木 或者一些 反正就是一個 甚至石頭或者就是這樣 一個象徵這樣子 所以不太可能你打金牌 所以他們有些環的方式 有時候就是演一些布袋戲啊 1985及86年 大家樂正處巔峰時期 延代牽動了歌仔戲 布袋戲 武科舞團等傳統行業的聲音 也活絡了台灣經濟市場 大家樂的起源 事實上還是來自愛國獎券 政府在愛國獎券發行那麼久 比較有公信力 大家都比較相信啊 所以就去利用它的號碼 開出來愛國獎券的八獎的號碼 還有投獎的尾三次的號碼 去下賭吧 因為有一家萬華的一張彩券 就為了要促銷 他曾經推出這個 買愛國獎券 對號碼 有得到什麼獎品 他有把獎品列出來 這個電池啊冰箱啊 或者一些家電用品 他就用這樣子的方式來促銷 促銷的話 一把不可收拾 不過有趣的銷售方式 一件荒槍走擺 民眾動情的歪腦金 開始積極俊了 大家樂蔓延全台 品聖時期地下賭金 就超過百億元在流動 爸爸對不起你 爸爸把你的錢錢都死亡了 當時他撞獎啊 就開了他的賓士啊 載了幾億的資金啊 在後面 不過啊 他這個十賭啊 九數 所以他也是這個 輸了很多 後來才有所謂的 出國升障 不可渴望的戲致富 卻遭貪母掌控 無法自拔 甚至賭到家破人亡的氣力子散 社會問題 浮春臺 親家朋友是早起味 出彼頭月是酒無錢 放任朋友就賭錢 三米路啊 找給你 原以為 停止發售愛國獎券 就能遏止大家樂歪風 結果是打擊了弱勢團體的生計 民眾轉向六合彩 還是繼續 1980到1990 台灣的經濟非常好 你做什麼 賺什麼 當時號稱台灣錢 賺錢容易 一般的老百姓 有很多積蓄 很多資金 那油資 除了台灣人 除了買房地產 當時股票也不是很風行 所以說這個資金要找到流向 所以說就大量的流向這一個 這個所謂的牽大家樂 這個就是當時的一個社會背景 阿姆哥十讀九書是不變的道理 以為能一息自負 但更多的是連夜跑路 黑道借路 大家樂越來越血腥 直到投資市場逐漸完善 地下前途熱潮才稍微減退 但卻也見證另類的台灣地下經濟奇蹟